汉语水平考试三级,标准教程,第十课,课文三,同事和小丽在休息室,先来听同事说了什么。 你最近比以前来得早多了,搬家了。 你最近比以前来得早多了,搬家了。 再来一听小丽是怎么回答的。 是啊,你不知道,我上个月就搬家了,走路二十分钟就到。 是啊,你不知道? 我上个月就搬家了,走路二十分钟就到。 是啊,你不知道,我上个月就搬家了,走路二十分钟就到。 同事又说了什么。 那很方便啊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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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小丽又说了什么。 我还打算买辆自行车,骑车七八分钟就能到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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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同事又问了小丽一个问题。 你不是有一辆吗?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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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最后,小丽是怎么回答的。 那辆太旧了,要换一辆,很便宜,两三百块钱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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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请回答下面的问题。 一,小丽为什么比以前来得早了? 因为小丽搬家了,走路二十分钟就到。 问题二,小丽为什么要买自行车? 因为骑车比走路快多了。 小丽搬家了。 Install点水 및后. 试一下今天门带我離任的磨禦,